民眾上門看屋 帶看小姐從雙車庫介紹到大客廳 接著直接帶民眾走到廚房後方 告訴民眾說 房屋後面這塊空地 可以不只是空地 快要完工的透天錯 光是地坪就超過30坪 雙車庫六大房 看起來空間已經非常大 但為了讓買屋民眾 更心動 蕭壽小姐很有技巧的 分享隔壁鄰居 打算把房屋變更大的構想 可以 他們打屁股嗎 可以 有些客人要做 要做到二樓 就是增建一樓的部分 然後二樓就做一個路牌 仔細看 空地上還有好幾個孔洞外接管線 難免讓人聯想 這就是在幫未來廚房做準備 蕭壽小姐說 驗收過後 鄰居就要把一樓空地蓋成廚房 這樣一來 二樓還可以多一個臥室大露臺 算一算 起碼可以讓透天錯 增加好幾坪的空間 不過如果真的蓋起來 其實根本就是違建 我們就分享客戶 他以後要怎麼施作 我們沒有辦法參與 我們現在公司不尊建不違建 如果是不符合軍工圖的部分 那我們就認定這個是 屬於違章建築 公務局強調 只要和軍工圖不同 就算是違建 被舉報是急報急差 但建商已強調 他們的房子幾乎快要賣光 沒必要也不會要求帶看小姐 以這樣的方式來售屋 記者紀建和包金銀高雄報導 都給争獲 代澄清